这里是好看又好玩的玩转动物园 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天天 那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各位小嘉宾们 大家好 我叫高豪 我今年六岁 我来自音乐之声幼儿园 大家好 我叫陈倩依 我今年四岁半 大家好 我叫蓁蓁 我今年六岁了 我来自东湾小学 大家好 我叫刘军浩 我来自学府小学 大家好 我叫毕竟 今年五岁半 我来自切福尔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做颜军 今年六岁来自爱迪保佑儿园 好的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 也来了一位大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你好 我叫安龙 我是信心与语言中心的穿试人 OK 这么说 你就是一个英语老师了对吗 我是用英语来教生活的态度 好的 我相信今天现场的小朋友们 也非常想学习一些 有关于动物方面的英文单词 那接下来就要看我安龙老师了 就像骆驼的动物 那它叫什么名字呢 其实啊 它的名字叫做羊驼 羊驼像羊一样有草草的脚吗 它像骆驼一样有驼风吗 它们也像骆驼一样可以背很多很多的东西吗 羊驼是住在沙梦中还是草原上呢 它们的食物是什么呢 好的 今天我们的小朋友都提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带着问题 一起去看看羊驼吧 羊驼属骆驼 无驼风 有弹性很好的肉质 耳烧尖长 直立 貌似羊 故称羊驼 其寿命长达20到25岁 公羊驼体高1米 体重达70公斤 羊驼一般在高原生活 世界上现有约300万只左右 约90%以上生活在南美洲的高原上 继续分布在澳洲 羊驼齐齐于海拔4千米的高原 每群十余只 由一只健壮的熊驼率领 以高山荆棘植物为主 羊驼的毛比羊毛长 光亮而富有弹性 可制成高级毛植物 也能驼运 羊驼毛比驼羊粗糙 一般较长且顺直 主要用于驼瘦 有点类似于驢子的作用 体型较大 大概是驼羊的两倍 羊驼尾部特征明显 尾巴比驼羊长 而驼羊尾部 基本上看不到尾巴 羊驼性情温顺 凌厉儿童人性 适合于驹养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动物呢 用英文怎么来说 对了 说得很棒 奥巴卡 奥巴卡是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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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卡喜欢坐下 奥巴卡喜欢坐下 坐下 吃饭 比较健康的 奥巴卡喜欢坐下 抓住 奥巴卡是可谐的 奥巴卡是白的 奥巴卡是白的 赤白的 黑的 奥巴卡是白的 黄的 继续的时装 轻盈柔软 穿着舒适 垂感好 不起皱 不变形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每只羊驼一年可产绒毛3到5公斤 一年剪毛一次 绒毛每公斤售价64到256美元 虽然一年只有一次的工作 看上去很简单 但事实上并不容易 首先剪羊毛必须是在晴天 另外一定要保持羊毛的干净 带刺的草 草种 小树枝 蟹蚊角 雪松 尘土 泥块 火山灰 都是污染羊毛的物品 好的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一起学习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 怎么念 大家知道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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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聪明 我们今天一起认识了羊驼 也学习了羊驼的相关的知识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好的 我们今天的完整动物园 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说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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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